太可怕了 大家好 今天是伊莉時間 星期三晚上九點整 我是伊莉 然後我已經連三集都是 伊莉跑廁所時間 我覺得這樣不行 一定要對身體好一點 所以今天是青菜特集 醬菜啦 介紹的是 平常你常常吃的燙青菜 其實都可以生吃喔 很厲害吧 好啦如果大家是 喜歡吃肉 台灣吃菜的話 其實我也不勉強你繼續看下去了 就這樣 這是滿足我自己的個人癖好的一個影片 第一個 小白菜 第二是羅曼 韓豬Q 地瓜葉 豆芽菜 高麗菜 第六 這粗粗的是白蘿蔔 我今天就是要全部試吃 順便嘗試去形容一下他們的口感是怎樣 好我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 終於把這些菜洗好了 你知道為什麼要花那麼久嗎 因為我真的很害怕生吃菜 它也會有農藥殘留 所以我就一直洗洗它好幾次 然後它每天葉子 我就把它這樣 像按摩一樣 把它這樣搓揉搓揉之後 然後我再把它 蒜白開水 到底有誰會這樣吃啊 首先我就先吃第一樣 第一樣是高麗菜 這個大家應該不陌生吧 應該也很多人就是 生吃過高麗菜 菜真的很難形容 你剛咬下去的那一場 只是沒有任何味道 然後其實它也有帶有一點水分 可是你在咬快結束了以後 它的那個菜味就會散發出來 那個菜味你就會覺得 好像似乎還有一點點辣辣的感覺 就微微的啦 這樣子好像某種動物喔 再來第二樣 這個大家應該在生菜沙拉超常見的 羅曼葉 這個反而好像比較少人 就是燙來吃的耶 可是我是第一次沒有加任何醬子吃它啊 羅曼葉啊 它本身如果單吃 梗的部分的話 吃起來就是脆脆的 清甜清甜的那種口感 葉子的地方 深綠一點的 就吃起來有點那種苦澀苦苦的味道 你會覺得就是好像在吃癢 不會到難以下咽啦 就它本身熬眼其實就是我覺得很好吃的菜 而且它梗的部分 梗的部分基本上沒有任何菜味 這個你可以吃啦 好沒有味道喔 啊就是生菜啊 接下來第三樣是這個 豆芽菜 喔喔喔 這個我不洗 這類母湯 這類母湯 對啊菜原本我以為它是最安全的 喔這個真的不行 這一定要探過 這個味道好噁心 超難吃的 它裡面的水味跟那種水溝味 是一模一樣的耶 雖然我沒喝過水溝味 但是它這個味道更好噁心喔 而且一把吃起來更噁心 你看看起來它好像細細的白白的 看起來很可愛無塊的 沒錯 它的菜味是重的咧 喔它那個水味直接噴發在你的口裡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我的天啊 我為什麼要這樣折磨自己 這個味道真的是 啊 太可怕了 我要進展到下一位 這是地瓜葉です 很主題喔 地瓜葉通常在汆燙一下就很好吃了 我很怕它是很可怕的味道耶 就跟我豆芽菜一樣 嗯 地瓜葉出乎力量耶 它吃起來味道 跟煮過的味道是最沒有差異的 只差異在它是冷的不是熱的這樣 咬完幾下它就化開了 那化開了以後 它就會散發出那個濃濃的地瓜葉的感覺 印象不到耶 我覺得目前生吃最好吃的菜是地瓜葉 再來是這個 小白菜 這也是我搜尋了以後發現的 我覺得太驚人 小白菜竟然可以生吃 然後它有說小白菜生吃 跟地瓜葉生吃的時候要注意一點 是因為他們可能農藥的產油度會比較多 不是很喜歡大小白菜的味道啦 可是想說它竟然能生吃 就是抱有一種好奇跟冒險的精神 買來吃吃看 我先從梗的地方來吃好了 因為我猜它的梗的部分應該也是比較好吃的 不好吃 它那個梗的地方咬下去那一剎那 它就是有水分噴發出來 露出濃濃的油漆味 為什麼會有油漆味啊 我覺得這像大冒險處罰的時候可以吃的東西 告拍家 葉子反而跟羅曼 跟羅曼 不對 我以為想說相反葉子比較好吃 錯 整片葉子都是油漆味 雖然我知道我今天這樣吃不會去跑廁所拉肚子啊 輕鬆一點 但是 這是另外一種折磨啊 我好緊張的最後一個 白蘿蔔 這麼大根 你知道為什麼我把它放在最後嗎 除了它很大根以外 另外一塊意思是 其實我有吃過白蘿蔔生吃的時候 就是像有些西餐廳它會做那種蔬菜棒沙拉 然後它就是會用像是小黃瓜啊 芹菜 紅蘿蔔白蘿蔔做成棒狀 那時候我就有生吃過白蘿蔔 可是有加醬 現在沒有加醬 純單吃白蘿蔔的話 它其實並沒有像剛剛小白菜或者是豆芽菜 這麼的難吃 可是它剛剛雅蒜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好像是像是某種水梨的銅包 水果類的 同樣的你還要把它的纖維攪開了一口 吞下去的那一叉啦 你的舌頭就會辣辣的 而且會辣一陣子 所以你不能一次吃太大口 那個辣感在舌頭上面很持久耶 麗 幹嘛 來吃這個 這個很適合你吃 你幹嘛在聽電話啦 不要吃太大口 喔 不得 欸欸欸 你好噁喔 你幹嘛透出來啊 啊 我去的話我剛剛在吃藥綠蹄 藥綠蹄吃什麼 就是植物的某一個細胞 你會不會覺得舌頭辣辣的 有一點 你知道為什麼你舌頭吃這個嗎 為什麼 因為網路上說生吃這個可以通便 你不要亂講我排便都一直很順暢 只有你才便秘 我沒有便秘 我也很順暢常要拉肚子 那你為什麼每次上廁所都要一個小時 我真的要走菜 用生吃自吃完了以後 我就要來評分 這裡是最難吃的 這裡是最拍家耶 最難吃的是地瓜葉 因為地瓜葉跟我想像中的 完全不一樣 我還以為它很難吃 但是它並沒有 它就跟煮熟的一樣好吃 羅麥葉的話 因為基本上你在做生菜的時候 都常常吃它 所以說它可以吃我們一碗 再來的話 是高麗菜 我記得吃燒烤的時候 有些店家會跟你生吃高麗菜去解膩 所以說其實高麗菜生吃也是OK的 這三樣是你如果沒有要虐待自己的話 我建議你不要生吃 你就算要吃的話 你要沾一堆醬把它的味道蓋掉 海綿第四的白蘿蔔 它其實剛吃下去的味道就是脆脆的 到最後的時候 那個蘿蔔味散發出來 跟你的舌頭有辣度這樣 但是它沒有太多令你不舒服的味道 令你不舒服的味道呢 是這個 拍家第二名叫做小白菜 我一直以為它跟羅曼長得很像 基本上應該是營養好吃才對 錯 它超難吃 這個拍家冠軍竟然是豆芽菜 我原本也想說它生吃的時候 它也就頂多脆脆的 然後有點水水這樣 可能像是水果之類的 錯 它就像在喝水溝水一樣 那個味道很噁心 超可怕的 大家如果玩真心話道貌險 或者是玩遊戲的處罰 可以處罰生吃豆芽菜 很驚人 很厲害 非常的棒 今天就是我 生吃六種蔬菜的開箱影片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耐著性子看完它 因為我知道這種冷門的東西 又加上一堆不吃青菜的人 所以我猜這個影片應該不會很多人看吧 記得訂閱 記得開啟小鈴鐺 然後記得每週三的每週六都要看我們 就這樣 掰掰 每週六要看一下 現在週六變很少的看 好 剛剛令特別強調說 新六的影片請大家也是要看啦 不要因為有令就不看啦 我知道大家只想看我 就這樣掰掰 我們星期六晚上九點見 下週三我也要拍什麼 ões tight 下週三 delight 談關 晚 晚